大家好,今天要介紹I-STEM的光學原理2 萬花筒 我們需要的配件在桌上 首先,我們拿起這個部分 加上這個鏡頭 剛剛好有幾個位置 我們看到之後,一推進去 就會鎖死了位置 眼睛就由這個洞進入萬花筒 然後,我們拿短一點的桶 和長一點的桶 我們這樣穿過的時候 剛剛好,這裡是鎖住了 在這個部分,我們就加上這個鏡頭 我們弄好了這個部分之後 剛剛也卡住了 這邊也出不了 然後,我們把這塊鏡頭 塞進去這個位置 塞進去這個位置之後 有一個透明的膠片 我們放在這裡 然後呢 沒錯,就是穿過 剛剛好,卡住了這個位置 膠片就是讓鏡頭不要掉出來 然後,我們就有些小珠 先放這個圈子進去 然後,我們就把這些小珠 加在這個膠片上面 我們開了它之後 就把這些小珠倒進去 好了,倒進去之後 再把這個彩色的膠片放進去 放好之後 然後,我們再把這個黑色的圈子 鎖住 當我們安好這個位置之後 我們會轉動前面 短一點的部分 去看實驗結果 眼睛就由這邊看起來 如果同學想喜歡漂亮一點 我們也預備了一些花紙 讓你去製造外面 又或者有些同學可以做一些創意圖畫 在外面 這個實驗的設定就是這樣 多謝大家